也许孟廷尾本人也没有想到,自己再度重回大众视线,竟是因当年离婚一事。 近日,女性张卵雅在微博接连把长文爆料,表示孟廷尾当年离婚,是因为婚内出轨,而且是出轨小她十二岁的同性助理。 这个张卵雅是何方人物了,原来,张卵雅曾拍三级片出道,后来签了孟廷尾前夫张士鹏的经纪公司, 而恰巧那时候孟廷尾和前夫传出婚变,张卵雅便躺枪成为网友口中,导致他们离婚的小三。 不论张卵雅是为了给自己澄清也好,替老板张志鹏打抱不平也好,总之他这次爆料,的确是引来了一波之瓜群众前来观望。 大家都很好奇,看起来如此不识人间烟火的孟廷尾,难道离婚内幕真的如此不堪? 请出孟廷尾倒是没有什么回应,只是在微博点赞了一条关于北方犯法的微博,但随着网上舆论的迅速扩大,事情愈演愈烈,孟廷尾工作室才出来发了个声明, 表示张卵雅在微博提到的梦,请委出轨同姓助理,比张志鹏离婚等消息都是造谣,就在大家本以为这件事将暂告一段落实。 今天凌晨,张志鹏终于发生回应,证实了孟廷尾出轨,同姓助理刘颖杰一事,还表示自己将准备好证据和律师团进行诉讼。 张志鹏一连发了多条微博,指出自己曾多次抓到孟廷尾和刘颖杰酒店院会,张志鹏忍不住暴打刘颖杰时,孟廷尾竟然还出手反击张志鹏。 孟廷尾被刘颖杰迷惑的有多深呢,为了逼张志鹏离婚,多次上演离家出走的戏码,不让张志鹏回家住,还曾经抓伤过张志鹏,甚至不顾儿子肚痛发伤,依然跟着刘颖杰第三度离家出走。 而在张志鹏不能回家住的那段日子,孟廷尾和刘颖杰酒店约会频率高达一周三次,爱,爱得痴惨,难奔难舍。 最惨的是在跨年那晚,张志鹏发现,孟廷尾果然又和刘颖杰约会,气氛到在医院打电低到天亮。 而对于孟廷尾因出轨导致离婚仪式,张志鹏为了保护七二名声,只好对外宣称是两人三观,个性不合,但等着他的却是源源不绝的骂声。 外界痛貌张志鹏出轨,前员工应声声给他扣上假暴的帽子,张志鹏却只能默默背上黑锅。 但忍了四五年的张志鹏,在这次看到孟廷尾巴声名否认后,终于忍无可忍跑出来吹前妻。 不仅如此,他还在微博按赞了自己的前岳母,张志鹏表示自己背了这么多年的黑锅。 孟廷尾和他的家人,却仍在虚伪的撒谎,他颜色严肃的奉劝前岳母,如果您进来小伙,是用谎言来救场。 那我很清楚告诉您,接下来我再报出来的事情,将会比你女儿婚内出轨。 同性恋更为严重,只要您敢再说半点不识,我保证家被分还。 哇,看来张志鹏和孟廷尾离婚一世,内幕远不止目前他们在网上报出来的这么简单。 孟廷尾昨晚刚转发工作室声明后,深夜就,被钱拂锤,不知道之后他又会如何应对呢? 张志鹏前岳母,又会不会有什么新动作? 世界另一当事人刘颖杰会否现身回应,一切仍是未知,小八仙消化一下这波八怪,尽等后续。 音乐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